共和中之我们所说的华夏五千年文明说的主要是中原文化 在古代啊南陵以南也就是现在广东广西一代两广一代啊 特别称之为蛮夷之地 然而就是在这个地方两千多年前却留着一个京市的宝藏 距离咱们从1983年的6月说起 那是1983年6月9号这一天在广州市北标一个叫做香港的小山坡上 一群工人正在施工建楼房 而突然呢有一位工人一饱头下去 就一面当了一声出到石头了 生生的石头还不小 他们就清掉了面上的泥土 就没把石头给翻开 所以我们才散步地扒开泥土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竟然是一排排得整整齐齐的大石板 还不算 更让他们惊奇的是 撬开石板 不得了 恰好竟然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洞口 这一下东西就跟大家说 这什么洞呢 就是黄公公 还是军火库啊 大家就个人猜猜 谁也就不论 八次算命述 亚诚八次命运 是基于生成八次回传的一门三目处 向大家推荐一位 研究八次命运 二十一年的遭挡 摊堂八次算命运 提加风险会计 零鼓法 遭挡危机 二零八八二十八八 工地负责人的读本经历 只有这样的事啊 马上就过来 谁知道一过来看 这人在乱听工 为什么呢 这很可能是个普通 说完 他赶紧去向上帝做贵宝 所以介绍一下 说话的这位呢 这个是个大人 王展岳 中国社会院考古所著名的考古学家 有些朋友知道 北京大学呢 是我国最早开始的考古专业 1952年就开了 王展岳 王老 就是从北大走出来的 第一批考古专业毕业生 毕业之后 他来到了社会院考古所工作 专攻秦汉时期的考古人 先后参与了 黄河水库西安 汉长安城的发掘 在考古界享有 秦汉考古第一人的美业 那说广州的墓 为什么要说到它呢 这还得先说另一个人 就是这位 时任广州市文广会副主任的 著名考古学家 麦英豪 广州香港发现古墓 麦老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专家 这里有个细节 话说当时 麦老迅速来到现场 当他从石板缝里边 打着手电筒往里看 明明约约看到 有一个大号的铜顶的时候 心都快挑到嗓子眼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铜顶的样式 应该是一个汉代统领 那你要问 一个汉代统领 怎么就让麦老这么移动呢 有一件事情 你不知道 麦老从事考古工作三十多年 这三十多年里边 他一直在寻找一座汉代大墓 可是一直没了着 而当他看到这个统领的时候 看到这个古墓的规模 他怀疑 这个墓正是他苦苦寻找三十余年的墓 谁的 赵佗的墓 那你要问赵佗是谁啊 他的墓为什么这么难找啊 我告诉你啊 其实不止卖老 在找赵佗的墓 早在两千年前 就已经有一个大人物在找了 谁啊 当年三国时期东吴的国主 孙权 有一本史料叫做广州记 里面明确记载说 孙权诗文佗墓 都以银宝为续 买发足数千人 寻掘其种 定不可得 当年的孙权 曾经派了几千个人 去找赵佗墓 一直没找找 那么孙权为什么要找赵佗墓呢 这个要说说 恐怕你要吃惊了 孙权找赵佗墓 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盗墓 绝墓 挖宝 吃惊吧 孙权也盗墓 你们要说了 三国时期不是曹操 才是盗墓的祖师爷吗 怎么孙权也有份啊 我告诉你啊 说曹操是盗墓的祖师爷 这不假 当年他起兵 头几年雅国军队 的确靠的是挖墓盗墓 可是要论起 盗墓的规模 曹操跟孙权一比 那还差一点 怎么呢 这又要再次来爆料了 说当年孙权称帝之后 为了纪念父亲孙坚 他发下一道诏书 让吴国各地修建孙坚庙 当时长沙有一个官员 想拍孙权的马戏 就琢磨得要修一座 规模大的孙坚庙 可是他又犯了难 当时长沙是个穷地方 没钱呢 不可能建得起大庙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师爷出了个主意 说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吧 事情就被解决了 这官员已经留下了一大小 可是想一想 就没别的办法 直到一进行事 果然长沙孙坚庙 可能还有建访 这个官员呢 屁间屁间就把孙权给请 他自己看 哦呦 相当满意啊 这个庙不仅温和大 装修还特别豪华 孙权很高兴 准备大赏此人 随之有人纪念 说此人不可赏 无德 用干部啊 你得用这德才兼备的才行 孙权就问了 他怎么就无德了 他哪里无德了 原来啊 这个官员修妙的钱 那就是靠 挖人祖坟 造宝得来的 挖人祖坟的人 那当然无德呀 那么孙权听完之后 是什么反应呢 据说孙权听完之后 哈哈大小说 曾大事者 不必聚小姐 不仅依然 重重的赏人的官员 同时下令 让人带兵 把东城建业 有南京郊外的大墓 都给挖了 进取细胞 就是这样 由孙权亲子指挥 当年竟然掀起了一场 声势浩大的 暴墓运动 或者说叫挖墓运动 那不能叫到了 但是明显啊 中无境内的大墓 几乎都被挖掘一空 不过 虽说挖出了不少针短 可是孙权还是很不成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座墓 他一直为了 这就是赵驼 那么这个赵驼究竟是谁啊 孙权怎么就知道 他墓里边宝藏很多呢 我告诉你啊 这个赵驼 是秦始皇当年手下的 一员干将 赵驼 一个是贪一镜 一个是贵宁镜 一个是贵宁镜 一个是赏镜 相当于简单的阳光 不要赵驼去平静领南的时候 中原发生了巨变 秦朝灭亡 武汉相争 这远在领南的赵驼一看 这秦国都没了 我回不去了呀 那行吗 那我也起定 于是 第三郡是四个地为王 创建 南越 都城 进的安宇 所以那些化岭 就是五岭 相当现在广东 广西 将一扩大者 包括越南的别多 包括河里 都市就是南越国的地方 是这样子 对呀 他就是失踪了 他这个一个呢 一共是九十三年 公元前二零三 一直到这个公元前一 这就是赵驼的身份 他是南越国的开国之主啊 而更重要的是 赵驼这个南越王 从公元前二百零三年 一直当到了公元前一百三十七年 当了城堂六十六年 没办法 他长收啊 他活到了一百零一岁 在那个年代 这是仁瑞啊 叫仁瑞什么意思 就是祥瑞啊 都曾经啊 那您说 赵驼六十六年的王 他得攒了多少钱呢 那么孙权为什么找不到他的墓 怎么知道 曹操的墓葬有七十二一种 可您肯定不知道 曹操玩这一招啊 他就是跟赵驼学的 有什么事呢 相传赵驼下葬那天 继位君王 遵照赵驼的一命 先派了重兵将整个城郊 包围的水泄不冲 然后从都城攀余的四个门 发送了十几个灵修 而且这十几个奉葬队伍呢 在城郊是胡左胡右 胡进胡退 搞的是神秘墨测 以至于外人 谁也找不清楚 赵驼真实的墓葬在哪 这也就是奔全绝地三尺 都没找到赵驼墓的原因